公車停 想不到現在居然淪為私人套房了嗎 位在南投市縣政府附近的一處公車站 最近一個月來就出現了一名男子 他把家當整個搬到了公車停 而且是擺好擺滿 白天他還會設茶機來喝茶 有如客廳一樣 到了晚上就搖身一變 床墊棉被枕頭一鋪 現在瞬間變成了房間 這樣誇張行徑也讓民眾看傻眼了 床墊棉被枕頭 應有盡有 看起來就像一間小套房 仔細看這裡居然是一個公車停 有民眾向媒體投訴 台南市公車縣政府站 有一名自稱阿發的男子 在公車廳內 不但鋪上地毯 還設置了一張小桌子擺放茶水 完全把公車停當作自家客廳 驚人在這裡放得很久 差不多一個月前 民眾忽然發現公車停的座椅上 擺了很多家當 甚至還有衣服跟洗澡用的沐浴乳 疑似是被皆有占用 這樣的行為讓民眾覺得相當困擾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接入幫忙安置 南投市公所說已經請社會局需 尋找當事人介入關懷 而把公車停當作自己家 除了影響路人觀感 也實在是讓人大開眼界 記者為少與黃晴南投採訪報導 你還會有消息 尋找萬美將 響路人好 我就是要 想說謙 除了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